现在在中国玉器斗廊啊 这出现了很好玩的东西 四方看见没有 五个类似于戒指的东西 那有人就说这戒指不对啊 上面都是尺怎么戴在手上的 哎这东西啊挺好玩 清朝人啊管的叫扳枕 但我们中国人不这么叫 功能都是一样 都是拿来勾弓弦放箭的 我们中国人管的叫什么呢 叫射没错射箭的射 戴在拇指上用出去的这些弯钩 来勾住弓弦放箭用的 因为贵族的手不能受伤 弓弦飞出去速度特别快 很容易伤到手指 那我们在古代呢就发明这种射 来放箭用的 但是说起这来了 我们中国人都是用拇指勾弦放箭的 那放箭速度是相当快的 有人曾经对比过 如果英国的长弓兵和中国的骑兵 骑射兵比起来谁的速度会快 谁会赢呢 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长弓兵的弓特别长 你看见没有 他们放箭的手势是三个手指 勾着弓箭往外放的 叫地中海式射法 射箭的速度相当慢 如果长距离作战 有可能我们会输 近距离作战的时候 我们频率快 不一定英国人能打得赢我们 虽然这是关公战秦琼 我们用逻辑来看博物馆 这样分析也是很好玩的 这样分析也是很好玩的